我们医生每天在做研究的问题 我每天在琢磨这个事 也每天在想研究 通过我的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 使管癌经过了化疗和免疫治疗以后 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 肿瘤完全消失 肿瘤完全消失 那么这部分人呢 治疗效果非常好 理论上 还有可能治愈的 能完全治好的 我到目前为止 我们见过的 完全治好的 到现在做完手术 还没有出现问题 因为这样的治疗 我们才探索了两年的时间 那么整整两年多的时间 在做这样的治疗 所以时间并不长 那么最后病人还都活得好好 所以没办法统计 有多少个出问题 所以这些人都效果非常好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完全治好 那么至于说已经肿瘤都完全消失了 还要不要再继续打免疫 大家知道 我的策略是越好越治 什么叫越好越治 就是这个肿瘤对药 越敏感 我们就要 越要治疗 称胜打击 就毛主席的诗词里面讲 一将胜勇 追穷寇 就是敌人 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了 我们越要把他赶尽杀绝 所以对于这样的效果好的 我的治疗是 做了手术以后 还要维持 说明这些肿瘤对这些药 很敏感 有一些 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肿瘤的话 在血管里 在其他部位隐藏的话 我们也能通过后续的治疗 把残余的敌人消灭 所以我的主张是 还需要继续维持治疗 目的就是要达到根治 这些肿瘤的肿瘤 就是要达到根治疗 这些肿瘤的肿瘤 就是要达到根治疗 这些肿瘤的肿瘤